英国经济学人5月7日文章 原题 西方应如何回应中国寻求境外前哨 美国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分布在至少45个国家 英国在海外也有很多前哨基地 法国部队驻扎于 从科特迪瓦到新卡里多尼亚的多个基地 甚至小小的新加坡也有海外训练营 但中国在非洲支角的吉布体 开设保障基地5年后 仍是该国唯一的境外军事设施 中国想改变这种状况 过去20年 中国接力的舰船 比美国海军的总数还多 最近 中国努力为他们寻找境外博位 据认为 中国已至少五个潜在的东道国接触 中方与所罗门群岛4月签署的一项协议 引发西方对中国可能在那里建军事据点的担忧 有人还担心 有朝一日 中国将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主导地位 中国表示 自己的军事发展是和平的 没什么可担心的 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 是自然而然的 中国被不友好的岛链和狭窄的海峡所包围 大部分户物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运输 中国需要一支能保护其海外投资 航运路线 和在海外生活工作的公民的海军 索罗门全岛协议 对美国极其盟友是一个警告 这可能使中国不仅在重要的航道附近 而且在美国与太平洋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建立军事存在 如何应对 西方影响中国学习 多年来 中国一直努力争取太平洋岛国政府的好感 相比之下 美国的接触随着冷战结束而渐弱 令人觉得 美国这个伙伴善变又傲慢 1993年 美国关闭在索罗门群岛的使馆 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五年前 就停止对太平洋地区的短播广播 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如今在用一些相同的频道进行广播 美国极其盟友 因为太平洋岛民提供更透明的写议 更好的贸易 更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特别是在对太平洋国家有影响的领域 如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等 美国极其盟友 无法在所有地方阻止中国 他们也不应该那样做 中国在海外的有限军事存在 不一定是威胁 在几步底中国军人迄今一直与美国 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士兵共存 而这些国家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基地 西方国家不应像一名美国专家所说的那样 全球打地数 而应像对待国际象棋一样 应对相关挑战